大家好我是一鸣 6月23号据参考消息网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悦日前宣布将出席6月29号到30号 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北约峰会 韩国总统府特地强调 尹熙悦此举不意味着韩国将反华反俄 除了韩国之外 北约已经邀请了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出席北约峰会 作为一个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 北约并没有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解散 反而经历了五次扩张 目前已经拥有了30个成员国 近期瑞典和芬兰已经正式向北约提交了入约申请 韩国已经加入了北约下属的网络防御组织 一旦日韩两国加入北约 该军事联盟将实现从欧洲向亚太的战略转型 届时中欧两国将面对一张横跨欧亚的军事铁幕 对国家安全和地区局势构成严重影响 北约拉拢亚太国家的意图早就已经路人皆知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北约举行外长会 并邀请亚太四国出席 日韩外长军在其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就已经放出消息 将邀请岸田文雄出席北约峰会 今年5月英国和日本高调签署 互会准入协定 获得了在日本驻军的权利 北约联合32国在黑海军演之后 今年6月底美国又宣布将联合26国 在亚太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从北约的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 这个以冷战和对抗为宗旨的军事联盟 已经不满足于在环大西洋区域盘踞 逐步将目光伸向了亚太地区 在尹徐越参加北约峰会的事情上 韩方给出了三个解释 一是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团结 二是扩大安全合作基础 三是应对新型的安全挑战 那至于韩方特别强调的不反华反俄 这更像是沙利文模型的套路 也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因为目前韩国正在商讨 扩大萨德系统的部署 拜登访韩时 韩国已经向美国结成了芯片同盟 尹徐越甚至提出 要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那就在6月22号 韩国宣布在布鲁塞尔设立 韩国代表团 韩方给出的三个解释 更像是外交辞令 其真实原因是半岛问题 此前朝鲜多次试射导弹 令韩国大为恐慌 急忙联合美国举行军演 在军事力量 地缘优势不对称的情况下 韩国此番积极向北约靠拢 无疑是寻求更大的安全依赖 但无论是对韩国还是日本而言 此时加入北约极为不明智 北约虽然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在受攻击 应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 缔约国将做出集体反应 这看似对日本和韩国两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是韩国和美国签订有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韩国境内有大量的美国驻军 美方掌握军事指挥权 而日本和美国签订有日美安保条约 美国已经是日韩两国国家防务的最大依仗 那无论是对日本还是韩国尽管形势紧张 但尚没有战争自由 而反观北约目前已经处于俄乌冲突的前沿 随着立陶宛对俄罗斯非地加里民格勒的封锁 东欧的局势变得更为紧张 日韩两国如果此时加入北约 那无疑是跳入火坑 将被摊派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并且直接面临战争风险 对于北约扩张的问题 中方早已有言在先 今年5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 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历史遗留 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 我们不会忘记中方绝不允许这样的历史重演 5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明确指出 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 不要企图再搞乱亚洲 搞乱全世界